一定是要跟林志玲较劲的 因为林志玲先进 我是第二天才进 然后就问蔡英雄 我说林志玲有没有送 她说 我说林志玲没送 我怎么就开心了 林志玲没送 第一名我 她竟然没送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然后反正后来 因为前两场是在宜兰的医院拍 就不方便送来送去 可是一进片场 我就立刻就送星巴克 然后后来送了星巴克之后 就有那个工作人员 已经被我就是你知道 买通了 就拍拖 对 被我擄货 她就说 林志玲有送 她送两桶黑咖啡 我说那喝完怎么办 她说 就没了 然后她说 志玲 你贵为第一名我 然后那么多节目 两桶黑咖啡 I don't understand 因为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 一定是要慰绕他们的 我觉得志玲这点就是不够周到 最近那个 那个占人熊就是那个 陈孝萱的前夫 我觉得好多人都中介 她来探班 带领那个 康熙跟姐姐好伙的团队 他们把通话街最有名的那个 红花盐水机带来 然后大排长萌 林士玲都在排队 他有一场 她也在排队 林士玲也排队 然后因为 那个老板就是因为很爱我 就说 小孩子快点我给你鸟蛋 我给你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林士玲就过来了 她说 烟睡机 然后 那个老板就说 你要吗 你要重口味 还是你要加辣 我说老板就给她一个最咸最辣的 hold死她 林士玲我现在就是在跟蔡康熊讨论说 要写说她是客串还是灵眼 然后 康熊讨讨讨论说写灵眼好像有点太过分 所以可能会写说客串吧 然后我的话就是唯一女主角 因为S今天出来发现 你现在盯看是淡妆 但最近就是那个 保养了那个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之前就是鼻中隔 玩具不是胎刀吗 然后那个 那个 医生就说 三天之内不准吃刺激的食物 跟不能喝酒 然后三天之后我就发现 欸 好像不喝酒也不會死 然後我就想說 又要開拍電影了 又有林志玲 我可不能又比她矮 又比她胖 所以我就乾脆 就徹底的戒酒跟減肥 所以就很成功的瘦身了 那減肥其實是因為林志玲的關係嗎? 嗯 多少是有一點啦 所以妳最近這樣瘦自己攻擊 我最近大概 我本來是40 最高到46.89 47 可是我現在是 totally 就是42.89 哇 要逼死多少人 所以我在這邊奉勸所有的女明星 如果妳們不適應演藝圈的話 就是退出吧 趕快找第二個行業 所以夏偉有秀嗎? 有秀到嗎?夏偉 奶還是很大 我覺得有幾段會讓大家覺得說 欸 她竟然還蠻會演戲的 可是 他們之前在那邊說什麼 會得金馬獎 會入圍金馬獎 我覺得不會 因為這部片主要還是 就是 會讓大部分的觀眾覺得是好看的一部電影 可是因為 會入圍金馬獎的 比較算是就是 你知道嗎? 藝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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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至少可以破譯 然後如果這部電影 我個人的第一部電影沒有破譯的話 我覺得就是因為林志玲帶水 因為林志玲 林志玲就是真正的票房賭